现在介绍一下同步器的关电的安装与参数调试 首先同步器的那个定义在视频最后方 现在同步器的安装接头 就在机器后面的这两个接头 接着同步器的那个参数设置页面 产线控制 这个 选外部编码器 下面对应的同步器分辨率且同步器的脉冲 还有同步轮的那个止径对应填好 采样模式一般选分屏模式 如果同步器是单项的就选A项就好了 如果是 两两项的就选AMB项 还有电眼设置电眼设置是 是 在打印设置里面 缩新一下在没产品的时候是高电频 有产品的时候是低电频的话 这个电眼电频有效就选 低电频是有产品的 去试制那些参数较准的 我们首先在信 在信息编辑里面编辑一个H 编辑一个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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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着就是调打印的模式 打印模式我们用连续 打印间隔 写个50mm 接着这个是电眼的开关 关电眼开开开关 这个停止绿绿是启动的 现在机器上面参数调试好以后可以开启输送带 去测试一下打印 测试一下打 测试打印 拿个指尺 量一下这个H的头跟头的距离 我们那个时候是延时4次是50的 现在是45 45 45还差5这个时候就要去校准那个同步轮的直径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到厂线控制 校准一下这个同步轮轮的直径 这一般是基米的时候会用的多 因为同步轮轮有时候是齿轮传动的 量的不准 校准完确认以后 从 校准完确认以后重新再打印 一次 确认一下头跟头的那个距离是不是50 如果是50的话基本上参数就校准 准确 像如果是资料 长短的 可以通过这个分屏器去调节 去调节资料的长短 不同的分屏笔会出现不同的长度 如果是感应头灵敏度我们是有滤波的在特殊式制里面 一般对应那些产品表面凹坑布屏或者彩色多的 用普通电眼的话可以通过这个关电有效 脉冲去过滤一些 杂 杂小的粗 一般我们可以选个150 像这一种就可以过滤一些杂波干扰 那那种 同步器 试制就基本上是这样子 后面的就是那个同步器跟关电眼的接线定义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温柄的 在这一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温柄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 来到这个温柄的 温柄的这个温柄 就是这个温柄的 有没有 在这个温柄的 温柄的温柄 就在这个温柄 我们下一个温柄的温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